钝地炮 OKOKOK 钝地炮 好 咱们学一个跳法啊 咱们学一个跳法 那么首先呢 什么是钝地炮呢 好像没听过 好像只有从我这听过 刘教练你这个 这是绝对什么 功名调育 搞噱头 真不是 没有人出这个叫法 比如说 我们耳熟能详的跳法 那些单脚跳沙 简式跳 双脚跳 定沙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一个 国际女双选手 通用的沙球姿势 这不是单脚跳吗 跳沙吗 单脚跳沙 要有制空的 这叫单脚跳沙 那这不是简式跳吗 简式跳是简刀的简 要体现到换脚 要体现到换脚 你脚做不出来 像剪刀一样去做交换 那这不是简式跳 但是呢 国际的女双比赛 都是用这种方式发力 而且它杀的巨重 你给我连着筷发两个 高点的 就是这样 动 动 我特意说了高点的 我这是要重啥的 大哥 你这平的怎么跳啊 两发全中 他把我大拇指给震裂了 那这就是冰击胖 他是不用换脚的 在国际女双比赛里 女双选手 因为身体能力的原因 男女有别 他没办法驾驭双脚起跳杀球 那么还有没有一种 更适合重杀的跳法呢 就是这种 遁地炮 位于 位于定杀 和简式跳杀中间的一个 它的杀球 能比简式跳杀重很多 为什么 来看理论之称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分析双脚起跳杀球 它为什么重 就是我们能从一个跳把里 借到多少力 第一 肯定是跳法都能借到一个力 就是由上至下 什么叫由上至下 比如说 来 你就穿着衣服给我发就行 你又没啥事 对吧 假不假事的 穿着一身运动衣在这 比如说 从上往下落的这一瞬间 所以说所有的跳法 你都要明白 无论是单脚跳双脚跳 都是最高点的时候 是个架盘 向下落的时候是击球 你要清楚 不是落的时候击球 是向下落的那一瞬间 你要知道什么叫一瞬间 不要说人都落下来了 你跳还有什么用啊 我说的又不是这样 我说的又不是这样 让你落大哥 是你人从至空 还是向下落的那一瞬间 知道吗 我是这个意思 是人向下落的那一瞬间 要不然我在最高点 怎么会能截图出来 一个架盘动作 你说我最高点 如果是击球的话 听好了 如果我最高点的时候 是击球的话 我的跳叉是这种效果 是不会有制空的 那个感觉的 是不会有架盘动作 谁在跟我说 最高点击球 咱那事实说话 所有职业运动员 在最高点的时候 怕拍个照片 全是架盘 他最高点的时候 是架盘 他怎么击球 是人向下落的那一瞬间 击球 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人向下落的那一瞬间 击球 你别光掐头去尾 说前面那半句 人落了在击 你有这么掐头去尾的吗 这是教学 他在最高点都是架盘 好了 不用再说别的了 人向下落的时候 击球 是向下落的那一瞬间击球 把我们人向下落的那个力量 加到击球点上 这是我第一个 自身的重力 跳起来 往下落的力 好 这是一个外界的力量 对不对 这不是我的劲 是我人往下的力 比如说方教练 哇 身大力不亏 他一跳起来 哇 这跟山一样 下去了 那个感觉 为什么 首先他体重大 确实 好 这是我从跳法里 得到的第一个力 第二个 我的腿 是有一个重心转换的 那么双脚跳杀 靠的是什么 是后弓 在空中的一个后弓出来的 然后 一个卷腹 那这是我自己发的力 所以说 双脚起跳杀球 它的点高 借力好借 我后弓好劲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没有钝地炮的一个什么 它没有钝地炮的一个 自己从后向前的力进去 就我的重心转换 是可以这么加的 我的右脚 把重心转向左脚的这一瞬间 哎 这刘强烂 这不搞笑 这有骂劲 你不要小看这个劲 是加持进去的 因为我也有后弓在 后弓是什么 你只要架拍的时候 向下屈腿了 那么在你往上蹬的这个过程中 转宽的过程中呢 就已经有后弓在了 你看这个钝地炮有没有后弓 慢慢没有 那怎么会没有呢 也就是说 第一 我有了从上向下的力 你不要跟我说 我跳了这么低 我就借不到从上到下的力 我告诉你们 我就跳这么低 也有知空 这是物理 你只要往上抛一个什么东西 它都会先停再下 它都会速度变成零 然后再往下落 那既然是往下落的一瞬间 击到球 我跳十米高 往下落的那一瞬间 就跟我跳这一厘米高 往下落的那一瞬间 我刚好你它一样 不是说你跳的高啥就重 你跳的高可以说啥的尖 第二个 我有一个重心转换 从后到前 那么刚好要把这两件事 全都干什么 卡到击球点上 卡到击球点上 也就是说 从慢动作上看 先从快动作上看 你感觉这个跳法是这样的 好像是击球那一瞬间 左脚就落地了 可是如果你从慢动作上看 你会发现 击球的时候 左脚还没落地 击到球的时候 左脚才落地 现在能看出来了吗 好 这是它的原理 接下来动作 不用说了 后脚横 这是我的后脚 横着 脚后跟抬起来 前脚掌点地 前脚掌点地 哎 等会 忘了说了 这个盾力炮 你手上明白了 它是能适合所有人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能力 要求比较低的重杀跳法 为什么女双选手都是使这个 就是她 她杀的重不绝对重 她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杀的确实不能很尖 那这个你必须得接受啊 你都不跳 它杀的重还不行 你还得让它尖 那你想尖在后场你就得跳 你拿点就得高 你身高一米四 你还不跳 你还想杀的尖 你眼里头还有网吗 你这太过分了 那你这个 所以大家不要说 我蹲那一泡 刘家亮杀不尖 你能杀就不错了 就能重就不错了 你又不跳 你让你跳杀 你又没有这个能力 教了你个杀的重的 你又不学 对不对 来 后脚 后脚啊 职业的女双雄 你们回去看啊 全都是这个啥 全都是这么啥 把脚后跟抬起来 为什么把脚后跟抬起来 方便你的小腿爆发力的介入 它要负责把你的宽给蹬正过来 你不要看我左脚在这 我只先让你们看右脚而已 左脚肯定不在这 好 这是我右脚的状态 我吃牌手势右手 我的左脚呢 脚尖可以朝前 可以侧点 侧点会侧的更多 就是脚尖点地 我能侧的更多 但是侧的多 不一定是好事 你看用那种杀法 要是霸王杀就不行 为什么 霸王杀要求是半侧神 要求的是爆发力高啊 你侧那么多 动作幅度就大 动作幅度大 爆发力就小 所以我说脚尖朝前 或侧点 脚尖侧点 那么我们就先看脚尖侧点 就普通一点啊 也就是这个状态啊 好 这是一个开始动 框架摆好 重心在后脚 那现在我的腿 趋一蹲向下踩 往上蹬的过程中 就算是定杀 定挥 它也会带一个后弓杆 慢动作 看到没有 往上蹬的过程中 我的腰从这个状态 变成了这个状态 这是个定杀 他发有点靠前 没办法 我往前挪了一步 出镜了 你再往后来点 大哥 这是个定杀 那如果说 现在我要用一个跳法了 那大家都知道 取腿的目的 就是要让后弓进去 我有一个向前的卷腑发力 没有卷腑发力 你怎么会能把一个 从上到下的动作 打上劲呢 很多人都说 这个教练说 我不会用腰腑 我没有腰腑 我明明转了 转得很好 转什么 就这么转什么 这是什么 就扇嘴巴子 用这个行 你横向发力行 你现在这个动作 是从上到下做的 你要的需要的是 卷腑 是纵向发力 那你说吧 你人站这么直 球一来 你还想用着 什么腰腑的力 告诉我 很多人舍不得 往下踩这一下 你往下踩不这 了这一下不行 知道吗 我说呢 你又不双脚起跳 双脚起跳 空中待置空啊 你跳起来的时候 有后弓啊 明白吗 那现在啊 脚下的东西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这个状态 出来摆好框架了 现在我右腿 发力 顶宽 换脚 直接把重心 转向我的左脚就可以 你的右脚 适当就直接放松了 左脚不要向前去跳 左脚不需要向前去跳 你只是在配合什么 重心去做转换 把你整个的重心 有一个从后到前的 一个转换就可以了 所以说 这个左脚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这一换完 应该还在这个附近 才对右脚直接放松 那这样的一个站位呢 非常方便什么 连杀呀 不比这块 关键比这个重 啊 关键比这个重 穿鱼服也没用 我感觉我蹲地炮 杀的一直比我双脚跳上杀的重 你别说快不快 肩不肩 我就说我蹲地炮 我一直觉得比这个 我这个双脚跳杀杀的重 这个蹲地炮 我什么时候发现呢 我跟你说真的 你要不是十大十的残废一回 我天 你真是发现不了的 我不当时右膝盖 十字阵带二级撕裂 去年 十字阵带 已经不是去年了 前年了成 已经过安元旦了 十字阵带二级撕裂 半月板二级损伤 加膝盖肌眼囊种 医生还让我做手术呢 但我心想 哇做手术不废了吗 我就这么拖着吧 也不能不交球 得活着呀 然后我就拖着这个腿 在场上 哇我受尽了群乳 知道吗 动不了 更跳不了 平常见我都是灰叫 后来腿伤了 见我都是小灰子 小什么K的 天津画 就大家对我的尊重都没有了 后来我在悲痛之中 突然有一天打出了一个 哎 挺重的一个刹车 而且我确定那是一个跳法 就是蹲地炮 我回去就找楚楚 我就研究它 后来踏破铁鞋 无秘处 得了它全部费功夫 为什么 我突然有一天 接受一个女双比赛 我这不全都失望 就在我眼边 墙我都看不见 就没人 就没办法想 就没人往那研究 对 以前都觉得那就是个 剪射跳 或者什么东西 可是你说吧 他换脚了吗 他剪了吗 没剪 你说双丹脚跳杀 他制空了 没制 他就是一个新的跳法 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 叫做顿迪胖 笑 好